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站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了解 更多的情感故事 参与我们的情在线互动 打开手机微信摇一摇电视 找到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精美好礼等你来拿 接下来就是认识我们今天 请到老师的时间了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沙娜 沙老师 欢迎沙老师 欢迎沙情的高级副总裁 沙威 沙老师 欢迎沙老师 爱情导师陀磊 沙老师 欢迎沙老师 接下来就是分享 他们人生智慧的时间 来 了解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 遭遇了怎样的困境 各位请看 我现在看不到我们的未来 他父母也反对我们这段感情 我现在没有能力给他什么 我现在也顶着家里的压力 父母一直催着我回家结婚 有时候我也希望他理解理解我 他有一个一起长大的亲妹猪 他父母也特别希望他俩能在一起 而他和那个男生也走得非常近 我和那个男生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 我觉得有时候是他小心眼 想得太多了 他总说我不上进 但是我现在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 他也不让我去 我现在真的想放弃了 一段情感有人想松手 有人还想抓住 手松得开吗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宋先生 33岁来自广东项目管理 有嘉宾元宁 是27岁来自广东 是一名教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你们俩 你想放手了 是吧 你还有点留恋 是吧 是 认识多久了 我们认识有两年了 有两年了 是 这个岁数按照大家的想法 一个33一个27 也是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 我这边家里面已经吹了痕疾了 已经吹了痕疾了 对 每年回去的话 反正亲朋好友见面都说 您这年怎么还把女朋友 没有把女朋友带回家 这不是有了吗 为什么要放手呢 可是他一直不肯跟我去回家 因为我去他们家 他也不同意 谁不同意啊 他不同意 为什么同意他去你们家呀 就我家人的话 就其实也不太同意我们一起 因为第一个的话 他年纪比较大嘛 第二个就说 不不不 他33怎么就年龄大了呢 就相对来说 因为我们有个习俗 就是尽量不要大六岁 而且的话呢 我父母也说了 就要一套房子 在哪儿要一套房子呀 深圳 没有吧 是 确实没有 所以我觉得 现在跟他走下去很困难 我只有去非洲 去非洲啊 有这么个机会 才能跟他一起走下去 现在非洲是一个全球新热点 对 可是他又不让我去 去做项目是吧 是 收入很高是吧 收入很高 外派了对不对 外派的 好啊 去啊 是啊 我觉得是个机会啊 在深圳 我也是过过雨足 升漂嘛 每个月就八千块钱工资 每天也是起早探黑的 早上七点钟上班 有时候也是加班 十一点 十二点才回来 可是挣的钱跑去房租 我们住在农民房里面 房租也差不多两千 扣掉日常的生活 开支的话 每个月我就只能 紧巴巴地存下五千块钱 我一年攒下来 也就五万六万 正好这回 我们有个朋友 他们公司在非洲做项目 就想推荐我过去 我去两年能挣六七十万 所以他不让我去 去嘛 是啊 为什么又不让他去呢 但是我这个要等他啊 两年坐我三十了 他回来真的会娶我吗 不是 那你就出问题 那你说怎么办呢 没房你们家不肯嫁 你也不肯嫁 人家给你们挣房子去了 你们又不让去挣 我们两个可以一起打拼啊 主持人是这样的 他们家里面明确提出 一定要有房才能结婚的 而且他们家还给他找了一个被 找了一个 被什么 他的青梅柱吗 青梅柱 被胎 就老家给他找了一个 他哪里是有被他了 其实就是我从小玩到大的玩伴 其实吧 我们打小就是那种平凡认识的 一看嘛 就看到对方的那种 就是一个好朋友 一个青梅竹马 又不会发生什么 太大的一个感情 他还没有女朋友啊 没有 可是他绝对不是 放小和青梅竹马这种简单 我觉得他们现在两个人 就是不清不楚的 很暧昧 你不能瞎说八道啊 我有证据的 你说证据吧 是这样每次回到家 他都经常跟那个 他的发小 两个人一起微信聊天 而且以前就有 以前我还不知道 他们家给他找的 这个是备胎的时候 他就经常说 我那个发小给我发微信的 说他哪里玩得很开心 当时我就很生气这件事情 但是你没有跟我讲 当时我跟他从小玩到大 什么都说开的 难不成我还得瞒着他 这样那样吗 可是你有见过发小 是难放小 凌晨两点钟给你打电话 要你陪他聊天的吗 我们俩还住在一块 我是你男朋友 就在旁边呢 那又唯一一次啊 他那次也是因为性情不好 才找我 你要看到他哪一次 他会三个半夜找我吗 你见过他发小吗 见过 我们还一起吃个饭 说起那次吃饭 我就 不说 不想 你说 没事 没事 你说 那天 去年 去年十月份 他那放小 不是从老家过来吗 在老家过来 就他父母 托他带点东西 然后呢 见面 来了深圳 他说一起吃个饭 那我想一起吃个饭 也可以啊 对 没什么 因为他老提 他放小 我想见个面 对对对 我们就去餐厅吃饭了 可是吃饭 你知道有多奇葩吗 他俩坐一块 我坐旁边 这我觉得 我当时就很尴尬了 但是有没有想过 我们从小玩大 那坐在一起很自然啊 那很奇葩 是很自然的 你们俩互相夹菜 还很自然呢 那你当然是家人 那夹菜 互相夹菜 也没什么奇怪的呀 所以后来 我觉得他父母的意思是 他们要成为巨人 当时那个饭桌上 他们俩坐一起 你坐对面 我坐对面 然后吃这饭 怎么吃得下去呢 我吃不下去 我筷子一扇 所以说脾气就是这样子啊 每次一步开心的话 摔东西直接走人 那我留在中间的 那我多尴尬 那你发小 应该尴尬才对呀 我发小更尴尬 当然尴尬 我没看出他俩尴尬 反正我走了 你走了 我走了 你当然是看不到了 我说下午有事我就走了 哎呀 你跟你发小怎么 稍微 对吧 你有男朋友了吗 你们俩又没 稍微注意点 就我 其实我跟以前的话 其实有 就是没有跟他太多联系了 以前的话可能就 没有男朋友时候吧 可能走得会比较近一点 那现在有男朋友 当然不可能说 随时随地都走那么近啊 随时随地都走那么近 随时随地都走得很近 因为以前我们是在 同一个老家的 那家都是对门的 那肯定会走得比较近啊 你们指的这个比较近 到底是指怎么叫近呢 他们的近不是一般人的近 不就是因为我这边买不起房吗 就是他父母 给他的意思传达给我 也是说 一定要在深圳有房 我俩才能结婚 而且说他本身就不支持我 我俩站一块 因为他们家就觉得我 一个是 虽然是个大学生 本科毕业 可是在深圳工作七八年了 收入嘛也不稳定 七八千块钱 在深圳 其实我工作压力也很大的 每天 七点钟准时出门 挤公交 我基本上要坐一个半小时的车 才能到单位 到了单位之后呢 基本上就开始忙 正常准点下班是六点 可是我一年到头 估计也就十来天能准点下班 经常都是十点 十一点才回家 回来有时候都没有公交车了 我都换乘好几趟车 有时候我回去肯定很累了 有时候也不怎么理他 他还埋怨我 你刚才说到发小 怎么又说到自己的这个心酸史了 他发小 他父母就觉得他跟我 我没出息嘛 我问我 发小在深圳有房吗 没有 他是在老家有房 在老家有房 对 发小在老家还是在深圳啊 在老家 你父母确实跟你说过 要跟发小在一起 但是他那个是我父母意思 不是我的意思啊 我也跟我发小说了 我们两个也不可能啊 那你干嘛要跟你发小说不可能呢 是因为你发小对你表白过吗 姑娘 没有 就是我们两个有说过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两个不可能 因为我们认识太久了 所以不可能 认识太久了 可是他父母很强烈地把这意思说过 这个你也别着急啊 你跟你发小现在的来往是建立在说 我们只是聊聊微信啊 通通电话 还是说其实我们也会有见面 甚至说我们可能会一起出去玩什么的 有 他俩一起出去玩过 是你们恋爱期间吗 就是上个月 我的天哪 去哪儿玩啊 去泰国 而且是两个人 孤男寡女一起去的 也没有 这的话也是他的一个问题啊 如果当初他明明答应我 我放假 他告诉你 年假可一起去 因为我们认识那么久了 我们去了哪里 就去隔壁的惠州 带叫一叫旅游吗 是 我就觉得我这边确实 平时日子过得很紧嘛 就舍不得出去旅游 就想今年带他出去走一趟 可是我这边请见单位领导 他不批 走不了 我也很想跟他去啊 可是如果我硬是跟单位领导 硬点来 我就说我要去休假 可能我这份工作就保不住了 所以我就没有跟他去 他就骗我 说他回家 可是后来还是跟他 报假去泰国旅游了 你怎么知道的 是有一次他手机放在桌上 他就冲凉了 我突然看到一条短信 就是他发小给他 发的一个消息说 去把我们去泰国旅游的 合影发过来 后来我就发他发小 那个聊天记录 就发现了他们俩 很多在泰国的合影 当时一向我做一个男的 看到这个消息 你一向我心里怎么想的 你确实跟发小 去泰国旅行啊 是 但是也是有前因的 而且是瞒着他 因为我回家的时候 他刚好也放假 那我父母说 反正我们俩从小玩到大 去旅游的话也没啥啊 你看看去泰国旅游 找他住的呀 两间房呢 我不信 两个人七天住两间房 说起来鬼信 那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清牌的呀 那我 反正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很相信 我觉得他找跟他发小 他是在演示 我觉得他就是在 所以 找了第二条路被拍 所以兄弟 你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事 要分手的是吧 我其实还是想跟他在一起 我相信 我觉得他可能跟他发小 没有 但是我觉得他 你刚才还说不信 这话又没有 心里说 因为我们俩在一起两年了 我懂 但是我觉得他肯定是在 他那个发小 他是做备胎 这么问吧 我来问吧 你愿意 不要房子 嫁给你对面这个男人吗 我可以嫁 但是 可以嫁 前提条件是 但是在想 我怎么嫁给他 然后以后 我怎么去面对我家人呢 不想说我爸妈养我这么大 连嫁个人都 都要这偷摸摸摸的 不用偷偷摸摸 就是我要嫁了 他就不愿意 愿意吗 愿意啊 愿意可以啊 你真的愿意吗 愿意啊 但是问题是 他说了 他一定要他父母同意 不肯偷偷摸摸 嫁给我 你父母肯定是不会同意 对不对 他其实就不愿意 你愿意跟他一起去家里 做你父母的工作吗 说这个 我有做 其实我一直在家 都在我家人说他的好话 但是我父母也想 我在深圳那么几年了 不想说一结婚 还是那钢鞭鞭的 重新开始吧 而且你知道 深圳其实民房话 蟑螂什么的都多 而且又几个家 夏天的又晒 我父母也不想说 我一直都过了这样的日子 其实我也是很无奈 我是很想给他一个幸福 可是我现在条件 真的给不了他 你们俩跟我说说 你们俩都爱彼此什么 好不好 第一个 他很会照顾人 然后我觉得第二个 他的话其实是不嫌弃我 我觉得是愿意跟我躲下去的 你看 对你又好又不嫌弃 我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想去非洲 闯两年 至少我们能在深圳买个房 或者去首付 女生 你喜欢他什么 喜欢他人比较真诚吧 然后而且就对我挺好的 哎呀 你们俩都说得这么好 怎么就会为一套房 就把你们的爱给毁了呢 所以啊 他如果愿意等 我去非洲两年 抓住这个机会回来 我一定会愿意娶他 但是现在的承诺 还是承诺吗 不是你担心什么 你担心把他去了非洲 就不要你了是吗 去了非洲两年之后 真的能保证 这种人会娶吗 这现在承诺 那现在就娶呗 娶了之后去非洲 那我怎么跟我家人坐 你看看 这不就是个死结吗 因此老师们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文卷 来 曲总 姑娘 就几条路 第一 不顾家人反对 在一起结婚 第二 出国两年 攒够了买房的钱 家人那边没有问题了 跟你结婚 就是那两条路吗 对不对 还有第三条路吗 好 暂且不说 如果就这两条路的话 拜托姑娘 你都给堵死了 你既不让他出国 去为你们家里人 挣那个钱 然后又说 现在又不能 跟人家在一起 那你要这个小伙子 怎么办呢 首先明确地说 以小伙子现在的实力 你们俩在一起打拼 那套房子能实现吗 实现不了 现在 对啊 关键问题是 两条路都堵死了 也就罢了 但是人家小伙子 就看到 你自己铺了第三条路 就是那个发小嘛 我不知道那边怎么想 但是关键 你这么做 让我们都诧异了 更何况乎你的男朋友呢 你可不是经过他的同意 去泰国旅游的 你是背着他不知道 你是骗他的 我再问一个问题 你不是自由行啊 还抱团啊 自由行 怀了 好 那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来说 都会对你画一个极大的问号 你到底今天来这儿 是想分手地 让他死的心还是怎么样 我就想跟他解释 解释清楚这一些 那你把你在这儿 跟那个发小说句话吧 好不好 可以啊 你说 你想说什么 我从小就把你当成一个 普通的好朋友 王伴 我们在一起了这么多年了 就是一个家人的感觉 不会存在太多的一个感情 解释一下 为什么跟他一起去泰国 你出于什么心理 纯粹的就是一个好朋友去旅游 没有太大的一个想法 那好 能跟家里人再说句话 我跟发小 就是从小 只是玩到大的朋友 我不会有任何一个感情在里面 好 如果说过去的那件事 我们不提了 能不能拜托你和家人去争取 争取是什么 不是说我一定要 现在就跟他结婚 弃家人 不是 我想家里人之所以提出这种条件 是为自己的女儿 要过得更好 对不对 更开心 对不对 有房子就能开心吗 你要能表现出跟这个男人在一起 才是你最开心的事情 我相信你家里人会支持你 关键就是你想 不想这么去做 同时你对他能达到这个条件 有没有信心 好吗 可以给他机会 泰国的事不提了 虽然我泰国事情 我因为坐两年了吗 我觉得 还是有信任的吧 还是有 但是我觉得 但心里是不好受的吧 不好受 但是我觉得他确实在在找一三角落 我教你一招 如果下次类似于啊 遇到了就是跟发小 他坐在了一起坐这边 我告诉你别走 因为你给他们制造了二人世界 你也坐到那一头 然后你坐在他们中间 三人坐一排多亲密 我就希望下次 这个人不要再出现 如果我们正在一起 就不要出现在我们的世界里 行 好 就这样 行了 谢谢杰总 来 杰老师 女生 试想一下 她有一个发小 一个女性 然后呢 跟她每天两点多 三点多打电话 我失恋了 我难受 你陪我聊天 然后来找 来到她的城市 来找她吃饭 然后呢 两个人坐在一起 特别亲密地互相加菜 你坐在对面 然后骗着你 到马来西亚去旅游了 那我直接去问啊 好 我就说这一系列的事情啊 都全部发生了 你会是什么心理 其实我心理的话 也不会好受 所以啊 在感情的时候 就要换位思考 就是你要试想一下 如果这件事情 发生在她的身上 她有一个这样的发小 你是什么感受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 我教你一个 处理发小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因为发小谁都有 不能规定人家发小 只能是女性 不能是男性 是吧 这也不合乎情理 我先生就有一个发小 也是个女生 我们现在的关系是 我跟那个女生处的 比他们俩还要好 就如果是真正的 这样的可以拿出来 坦诚相待的 这样的发小的时候 大家是可以处成 非常好的朋友 因为她发小 知道你所有童年 或者说你所有 以前的一些 有意思的故事 不堪的事情 都可以讲给她听 这些都是美好的回忆 没有关系的 但是就在于 你怎么样处理 发小和她之间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 你要让你的枕边人 能够感到舒服 就这个方式 我能接受得了 明白了吗 然后 就是我在想 我想跟男生说的一点 就是 我有点怀疑 这个女生 现在可能是在 拿发小拖住家里人 她可能 很想跟你在一起 可是呢 爸爸妈妈可能逼得紧 所以呢 她在想 父母反正希望 我跟发小在一起 那我就在父母面前 跟发小的关系 比较紧密一些 这样的话 父母也不是很逼我 也不是很催我 可以给你争取 更多的一些时间 我相信她 还是很 在意我们这段感情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更 觉得 她真的是 可能在找备餐 所以现在你们的结局 在于要去非洲 然后她不让你走 然后她还要 逼你有一套房子 是 先订婚嘛 她父母意思就是 一定要有房 才能订婚 如果你真的想要 跟她有未来的话 你带着她一起 去找父母 去聊这件事情 每一个爸爸妈妈 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幸福 但是幸福的方式 不是说 有车有房 就可以幸福了 好吧 我的建议就是这样 谢谢 好 谢谢莎老师 来 杜老师 你不放心 她去非洲 却可以放胆 跟发小去泰国 你觉得男女之间 可以好到 忽视性别的存在吗 但是我觉得 发小就是跟家人 要跟一个弟弟妹妹 你不喜欢发小是吗 对 发小喜欢你 不喜欢 那她为什么没有女朋友 分手了 是啊 分手了以后 为什么没有女朋友 那人家如果不找 我也不可能去勉强 她去找一个 是啊 如果一个人 能够控制住 自己本能的情感 这个社会会更加和谐 所以才会有 情不自禁 这么一说 你说呢 你自己觉得 自己不会发生的事情 放在对方身上 你总是不相信 因为你知道 男女之间 如果靠到足够近的情况之下 亲情随时可能演变成 其他的感情 你说呢 你对心底里面发誓 你跟你的发小 不可能产生 一点点男女之情吗 男女之间的友谊 所谓的友谊 就是从好感开始 或者从不反感开始 我非常难以相信 没有爱人在身边的旅游 会有什么快乐 他本来约定好 在百忙之中 抽出一点点时间 在非常 纠结的这样的一种 经济关系当中 抽出一点钱 跟你去旅游 因为本来收入就不多 但很遗憾 他没有请到家 他未能成行 在他心中是一种遗憾 对不对 你看得到这种遗憾吗 他不是不想去 他是因为生活的原因 因为工作的原因 不能去 你看得到这种遗憾吗 如果你看得到这种遗憾 你就不可能 跟发小带太过 还玩得那么开心 有那么多拍照 你会看到 每一处的美景都会想 如果他在我身边 那该有多好 你没有 你玩得很开心 这不正常 如果说你们彼此之间 经常旅游 只是这一次 你不能成行 你约上一个闺蜜 或者是一个女闺蜜 你在外面玩得很嗨 只是对他有 稍许的思念 我认为很正常 这男生一年到头忙工作 就那么一次 想陪你去 没能成行 你却玩得很快活 你觉得这正常吗 我觉得是不正常 所以我根本不相信 男女之间有什么友谊 即便有友谊 那也只是暂时的 或者同事 或者上下棋 或者邻居 但绝对不可能 有什么纯粹的友谊 我根本就不信 你说你能保证 你对于男闺蜜之间 没有所谓的爱情 我想此时此刻 大概是这样 但能保证永远如此吗 不能保证 当然不光你不能保证 很多人都不能保证 但是既然不能保证 既然人最难控制的 就是自己的情感 但是能够做 就让他要保证 对于男的女人 想你对男的女人 是那种好 就要忘其他人 再跳一句 こう说 他不行 大概是不正常 他每一生都不能保证 真的 更多 这种女的女人 会 我们就要 谢谢 欢迎 这个女人 不爱 太 你 很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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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的节目内容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这次我终于明白了一些事 也别就一棍子都打死了吧 还有什么要跟他说的吗 非洲我来了 哎好多好啊 这个特别有诗意啊 非洲我就来了啊 多好啊 平心前进吧 我们希望小伙子获得他想要的爱 女生获得他自己认为的那份幸福 来了解下一堆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俩刚开始挺合适的 但后面我发现他其实一直在欺骗我 跟我玩心眼 我真的好累 他控制欲太强了 总是想牢牢拴住我 为了达到目的 甚至开始不择手段 我真的很爱很爱他 我想跟他结婚有个结果 但他一直在利用我 其实我对他挺认真的 但是他一直觉得我别有用心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次就想问问清楚他到底怎么想的 我不想再不清不楚地一直被拖着了 就是要断定是不是真爱是吧 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哲二十三岁来自山西轮船乘务员 女嘉宾小廖二十四岁来自四川酒店前台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哈 谁要来的呀 我们两个都要来 来干嘛呀 他跟他前女友一直都在暧昧不清 直到有一次我发现他经常跟一个女生经常聊天 那天吃饭的时候 我就去把他的那个图照下来的微信 然后我就看到他发的是抱抱 你的生日礼物快到了 那分手了怎么会那么清明 然后我后边我回去的时候 我那两天就心情特别不好 我当时就用我室友手机夹他 那女的跟我说 他俩根本就没有分手 他俩就是一直是异地恋 我当时就觉得我成为被利用的 他就是他给我耍心眼 他脚踩两只船 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啊 我俩谈恋爱谈了两年 我天 谈了两年 怎么他还要再跟一个人谈恋爱 你不知道呢 我之前就是因为不知道啊 他高中高三的时候 他就跟那个女的在一块了 但我不知道 当时加上那个女的的时候 那女的反而是问我 女士 请问你搞清楚 我才是他女朋友 我俩从小青梅竹马 从来没有说说分手这件事 然后当时特别生气 我找到就质问他 然后他还给我回答的不清不楚的 当时我就让他删微信 他当时跟我承诺的事 他会把这件事处你好 那这个都这样了 你为什么不跟他分手还来这儿呢 因为我是对他是真的啊 然后我就觉得 他既然都删了微信了 我当时我就相信了 我也答应他 我说那咱俩就好好下去 不要再有这种事发生了 毕竟还在热恋气 然后后边 我们这个专业就是上船的那种嘛 然后他上船了我没有 一上船就是好几个月 他每天给我发的照片就是 他穿制服 很辛苦的工作 然后就是有时候困难那种 可是呢 我是有让我看的时候 你看他前女友发的照片 他俩在下船 他就跟他前女友就在合照 而且最可恨的是 还穿着我给他买的衣服 还有我给他买的手表 真的凭啥呀 我真的是很纳闷 你到底跟他断干净没有 根本就不是那些亲密的合照 我就是楼下他的肩膀而已 再说你说我跟你耍心机的话 你跟我耍不也是心样吗 当时你质问我的前女友 你为什么你自己不去加他的微信 你用你闺蜜去加他的微信 这个东西不要转移焦点啊 他用什么加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回应他 有没有在跟他恋爱期间 还跟前女友保持恋爱关系 没有保持恋爱关系 当时我的前女友 我上大学之后我离开他了 然后我们异地 然后不联系 感情之间就自然就断了 但是我的前女友 当时他自己认为 他是一个女孩嘛 他自己有自尊心 认为我不可能甩他 然后就跟他说那些所谓的 他还是我的男朋友 只是异地恋 但是我认定是这份感情是断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行 那你的前女友 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的前女友他是学生 他现在还是学生 那为什么你在这个工作期间 都有跟前女友的合照呢 这个怎么解释 这个是我当时上船工作 他正好是放假了 我是乘务员 我在邮轮上工作 他买一个为期四天船票 他上船偶然就是碰到 之前我女朋友也说了 我已经删掉他所有联系方式 是我女朋友他逼着我删掉的 我就删掉 这真的是一个 就是不是你自己愿意的 对 我自己不愿意 为什么不愿意呢 因为我们是青梅竹马 不是青梅竹马 什么叫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你就跟他好不就得了吗 但是我们是青梅竹马 但是我们不能好 因为我们的父母 觉得我们是不适合的 而且 不是你们俩要好 跟你们父母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也知道这个婚姻的事情 父母做主 也就是说在你的心里 那个女人应该是你的女朋友 对不对 不不不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 她是我的女朋友 谁是你的女朋友 你怎么在船上 跟她那么巧的就遇到呢 不不 这个我相信 生活就是这么巧 但是其实你也有 现在的女朋友 对不对 对 而且她也很建议 你跟你前女友 或者你前青梅竹马的 这个女性朋友的来往 对不对 对 那你干嘛不闭个闲 还跟人一起下船一起玩呢 当时她跟我说 她第一次参加游轮旅行 想让我带她玩一玩 我就想 毕竟我们以前也相处过 总不能撕破脸吧 于是我就带着她 不不不 这个话说不通啊 游轮旅行 下了船去玩 可你用不着赔吧 这个是这样的 游轮旅行是在船上 我和她偶遇了 到了港口 需要下船以后 到景点去转一转 因为那是异国他乡 他路线可能不熟悉 我常年跑在这个线 我很熟悉 不不不不 你不用蒙我们啊 这件事我们还 小小知道一点 那是有大巴车 拉着大家一起去的 但是可以选择自助 并不光是大巴车 对啊 他为什么选择自助并 他没你 他自不自助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他要是 而且你们不是 每一个景点船员 都可以下船的吧 所以你别蒙我们了 基本的生活常识 我们还知道 他在说我耍心 他更在耍心 他通过他闺蜜 加我前女友微信 他到现在还没有删掉 他没让他闺蜜 删掉我前女友的微信 他就想通过他来监视 我同时想通过他前女友 我没有监视你 跟你说的 当时加了别人 也没太在意 说删别人 不是 他坚持你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的心比较可能就是 向往外面生 他就可能怕我 就是不跟他回去 他就想让我回去开餐馆 在我之前去参加 播音考试的时候 因为我有这个 播音这个爱好 在我大学 我依然坚持这个爱好 我去河北参加一个播音考试 当时我走得比较匆忙 然后把一个非常重要的 文献带落在我的寝室了 里面我的报名表 我的准考证 然后我就说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 报名表和准考证 给我送到河北来 然后我们在河北 再玩两天 然后我的室友 当时就是把这文献带取出来 然后打开确认一下 东西都在 然后交给他 他带过来了 带过来以后 然后我就是还有半个小时 就要开考 我打开我的文献带 我就发现报名表在 那准考证就不在了 当时我就整个就是 那种就是 我绝对没有丢你的东西 当时是你跟我说 而且当时你是你打电话 我俩当时有一段小矛盾 你走了 你去考试 你都没有告诉我的是吧 是你要准考证的时候 你打电话告诉我 然后你让我去找你室友 然后我自己到河北了 我把那个袋子 原封不动地送到你手上了 但是你当时你发现 你准考证没在的时候 就一顿向我发脾气 我刚刚就没有丢你东西 我这个想你想说明什么呀 这个问题就是 当时我们本来 我们处于冷战的时候 就是因为 我为了我这个波音这个爱好 就是冷落他一段时间 没有多陪他 没有送他礼物 他就觉得 他认为我这样下去 对他不冷不但是不行的 他就想办法 把我这个爱好 就是想办法给我踢掉 让我有更多时间去陪他 不能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他就 在我最关键的时刻 要考试 我把我准考证给扔了 我没有扔 我当时还向你发誓了 然后当时是 你让我过来的时候就是 你是故意把准考证落的吗 不是 我怎么可能会 故意落我的准考证 那个考试对来 人生那么重要 对你来说那么重要 你能把准考证落了 怪别人吗 好行 就算这件事 他故意的再往后讲 但还害你什么了 还有就是 后来我不是没钱了吗 然后我去找他 就是 我们合租了一个房子 当时我虽然没钱 但是我就不是一个 就是靠女人吃饭的人 那是不是我给的钱吗 是 是你给的 当时我自己也做一些 网络配音的小活 然后我就是 投了一个非常心仪的传公司 我就是等这个传奇下来通知我 然后去这个 继续我的工作 公司就通过了我的申请 当时通过申请后 我并不知道 因为它是通过邮件 来告诉我的 当时我不知道 后来打开我的邮箱 就看我那个邮件 所有邮件都完好 只有那封最重要的邮件 被放到回收箱里头 我就问他 这是怎么回事 他就当时很大喊跟我说 我给你删了 我不想让你走 我就让你 把你留在我这 是这样吗 是 我是删 好 是这样 女生承认了 但是 是这样的 我们在一块的时候 他就喜欢一些 博音爱好啊 或者说 做饭之类时候开餐馆 当时咱们毕业都一年多 他一直都不太稳定 我当时 我家里边那边 就是亲戚开店嘛 我就想着开个连锁店 我爸妈支持我一点 我们可以说 回去开个店 他就说 那我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他又背着我找工作 而且还不告诉我 然后后边 和我合租在一块嘛 然后我帮他续租了房费 然后他没有钱的时候 他来找我 我当时也忍了 我说我反正给他 给换钱呢 然后后边的时候 其实我这次带他回去 就是想着说 见一下我亲戚朋友 再见一下我父母 因为我父母身体 一直不太好 然后我从来 就算我跟他 有再多的事 我都是在我爸妈面前 都是说你好的 等等等等 然后他就不跟我回去 你删他邮件的目的是 因为你想带他回家 去开餐馆 是还是不是 是 那我就想问你 一个问题 姑娘 就这个男人的面目 其实 在你删这封邮件之前 其实在他 没有拿准考证 你给他送准考证 你们发生冲突之前 你应该已经认识的 差不多了 对吧 是 再加上中间 他跟他的前女友 或者叫青梅竹马 我说藕断丝连 你能认可吗 我不认可 我没有藕断丝连 好 就是你认为 他和他的前女友 还藕断丝连 甚至不清不楚 甚至是暧昧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男人 你为什么不放手啊 当时 因为我爱他 我真的好奇 你爱他什么呢 我大学 他是我唯一的一个男朋友 但是他其实平时 他也挺细心的 有时候 我就是想挽回 我就是想跟他好 所以说白了就是 即使这个男人 有千般坏 万般的不好 你还是想要他 对 所以我今天大学 就把他拴在身边 是这意思吧 对 我就想你们帮我 你哭了是吧 你为什么哭啊 因为我就不想 他的这种爱 他其实非常爱我 但是他爱我的方式是错的 那你走啊 但是我又舍不得他 你又贪恋 不是贪恋 你就是贪恋吗 你舍不得什么呀 他是唯一在生活中 就是能够理解我的人 因为我这个人 他理解你吗 对 他非常的理解我 我们 我在生活中是一个 可能是 对别人来说 我是一个不太好相处人 因为我 平时就是毛病比较多 然后他们说我 说话后 喜欢拽文拽词 然后不理解我 但是他 他就是能够理解我 而且还是欣赏我 这是我唯一 遇到一个女孩 可以这样对我 那你愿意为这个 欣赏你的女孩 放掉自由吗 现在不愿意 但是以后我可以 你老了的时候 不是老了 就是在我 你玩不动的时候 对 在我不再年轻后 我愿意 但现在我不愿意 我还年轻 好了 他说了一句话 在我不再年轻的时候 我愿意 现在我还年轻 您今年是23岁 大概什么时候 你觉得你不再年轻了 29岁 六年之后 我愿意收拾脚步 回到你的身边 你们看怎么办吧 来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这个女孩说的时候 突然我有点恍惚 我想假设 她的那个青梅竹马 那发小站在这 说的是不是 类似的这种语言 因为到目前为止 至少我分不清楚 谁是第三者 因为第一 如果她和前女友的分手 是因为父母的干涉 父母觉得不合适吗 分手了的话 至少证明一件事 她的心 还在那个前女友身上 因为不是她觉得不合适 而是她父母 被逼无奈 可能从地上 转入了地下 第二 我不能判断说 那个前女友是否 跟你说的是真话 还是气你的话 但是至少有一点 是无法解释 她明明应该是去工作 但是还跟那个前女友 在船上偶遇 并且合影 你出去是工作的 你怎么能跟客人 一起去游玩了 不可能啊 所以种种这种迹象表明 貌似你可能是第三者 当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居然给她的回馈是 处理好 删了微信 就是处理好了吗 不是 你应该处理好 说自己到底是什么位置 那个女孩到底是什么位置 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那叫处理好 不是删掉那个微信 就是处理好了 真是这么处理就好了吗 你还让室友保持着 和那个前女友的那个微信吗 你就是在监视她吗 还这么傻傻地分不清楚 到底她爱不爱你吗 刚才又说了吗 等我老的时候 我会跟你在一起 什么时候29岁 比如说至少现在 她有几年要玩了吗 你只是她玩的一个对象而已 所以赶紧走吧 离她越远越好吧 好 谢谢 谢谢曲纵 来 沙老师 你们这就是一段虐恋 男生呢 应该这么说 爱自己胜过爱你的女友之一 你会把丢准考证 或者说邮件这样的事情 第一个就会安在她的身上 对于一个正常的男朋友来说 你想想你是多么的腹黑呀 可能是 那个邮件是她删的 她承认了 但准考证 她给你送过来 你为什么没想到 会不会是室友落下了 为什么就会把准考证 丢了这件事 一定放在她的头上 她可是你爱的女人 足以见得 她在你心中 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如果我是这个女生 我的男朋友 向我第一个发出质问 我的准考证没了 一定是你弄丢的 我一定会 早早地离开这个男生 还有一点 你说她的闺蜜 为什么不删 你前女友的微信 那我反问一下 你前女友 为什么不删 她闺蜜的微信 大家可以互相删啊 如果我删了 她的闺蜜 就看不到 你前女友的朋友圈了呀 而且你前女友 明知道她闺蜜 有她的朋友圈的时候 还发了你们两个人 在船下的合影 是在干嘛 是在示威 姑娘在你心中 你是不是觉得 她是一个特别坏的男生 有这种想过 有这种想过吧 那我就送你一句话 今天你心太软 明天谁为幸福来买单 谢谢 好 谢谢张老师 来 竹老师 其实你不应该 恨她的前女友的 你们俩殊途同归呀 这是个太实用性的男人 你不过就是喜欢 她蚊子彬彬的外表 但是当你看到 这个男人 在优雅之外的 另一面的时候 你受不了 我甚至相信 其实啊 女生 你在最开始 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是以一种 小粉丝的心态看着她 她不是说了吗 她说她为什么喜欢你 是因为你懂得欣赏她 欣赏她身上 儒雅的气质 和所谓的那种艺术气息 你很喜欢女人 用这样的眼光看着你 而你喜欢考什么 波音之类的 其实也想增加 自己的艺术气质 对不对 她就喜欢这样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太实用了 你跟前女友 在一起的时候 就在一起 拉远了一点之后 你就想分手 而且你认为分了手 就分了手 但别人并没有认为分手 我可不可以 这样理解 你跟你的前女友之间 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语言说 我们分了吧 对 没有 只是你说我认为分手了 单方面地抛弃了对方 对 可不可以这样说 所以这一点上 你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冷酷 第二点 你只有想用她的时候 你就叫她来送准考证 事实上那段时间 你们是在冷战时期 但为什么你要叫一个 在冷战时期 跟你有矛盾重重的一个女人 来给你送准考证 而不是叫你的室友 为什么 因为我的室友 他们跟我的关系不好 对 因为她虽然跟你在闹矛盾 但是她可以备用 至少你觉得她 在这件事情上靠得住 所以你又利用她拿准考证 当你没有钱 经济窘迫的时候 你选择让她 回到你们临时租住的房屋 来帮你支付了房费 你承不承认 你对于你这两个身边的 前任和现任 我会打承担 你打扫着 你接着 在这两个身边 不承担 我说你 就这件事 是什么 就变得到 你我怕 我看一遍 最后 一遍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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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承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 请亮灯 回去吧 两位 来 请关门 来看看女生能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吧 请开门 多好的一个结局啊 好了 这堂人生课给年轻人上完了 或者说给这一队上完了 电视机前的你也要记住哦 来 一起进入伊贝斯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向附老师提问说 我刚开始挺喜欢她的 但是我身边的闺蜜朋友都特别不喜欢她 觉得我们俩不合适 开始的时候我还向着她说话 两个人相处时间久了 很多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两个人的处事方式 性格脾气都不一样 我还要不要继续呢 多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但要记住观众的嘴也是八卦的 观众的眼睛看到的更多的是 一个人的行为品质和标准 至于你们之间爱不爱 只有你们自己才清楚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你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